Deputiation有三個,你記不記得是甚麼? Option Functional 首先就是Functional Functional的例子是甚麼? 即是用得不好 即是用得不好,例如是多少個房間? 一間房、兩個廚房 一間房竟然有兩個廚房 不需要廚房的 或者是四個房間 一個廚房 或者是一個廁所 那麼多個房間 大家欠廁所 主要是用途方面 Functional是不太好 所以令到它有貶值 Obsolence 其實Obsolence這個字 就和Deteriorate 即是甩爛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是會計學裏面的折舊 Obsolence和Deterioration 是屬於Physical的 物理上更多 除了Functional之外還有甚麼? Physical Physical是甚麼? 其實不是Demage 其實不是Demage 它這些是日久失修的 所以Ware and Tear 或者是Foundation有事 即是Poor Maintainant 那樣東西 Ware and Tear加Poor Maintainant 現在已經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就是有失修 第二個就是Maintainant 這些Poor Maintainant 需要去Repair 那需要去Repair 因為這些 做完之後 那個價值會回來的 所以我們就叫做Curable 相反 Foundation 那個地基 因為日久失修 即是Physical 我們現在始終都是說 兩個大題目 Obsolence和Deterioration 慢慢慢慢掉漏 那個意思 不是說有輛車撞上去 爛了那些 不是 因為這些是在掃譜上 要 例如說分開 攤環 27.5年 這樣折舊下去 那 在這裏的Foundation 如果是因為長遠累月 去近海的 選擇Foundation 那這種就叫做Incurable 因為 就算它整了 那個Value 都不能上來 但是你說 我不會有Depetiation 我明天家都很好 很好 那你就Depetiation 計算那條數 計算價值 現在我們 都還在說Cost Approach 因為我們剛才那課 是講Cost Approach 這裏減的Depetiation 那你不喜歡 就不要減 但是如果你用計算Cost Approach 的時候 你用的料是 好料 好料 好 內用性強 所以它就是Depetiation 可以撐長一些 這樣的意思 但是 這一課 仍然是講股價師 所以股價師 主要就是 拿著這些 這些地方 這些原則 去做事 那Physical Functional 最後那個是什麼 Economic Economic 是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一定是怎樣的 記住 Functional 就可以是 Curable 可以是incurable 可以是incurable 那 Physical 也是可以 但是唯獨是 這個我寫大的 incurable 如果它說 Economic 是一定incurable 一定是救不上的 記住 那為什麼呢 我們這樣記住 例如說 時間過了去 就沒有了 Economic 是外圍因素 來的 是跟屋子無關的 是外面 例如說 顏色走勢低 啊 旁邊有個摩 突然之間 有幫賊老 在那裡經常打劫 那陣子打劫 那陣子打劫得多的時候 屋價低低了就沒有了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說 改了治安 它的價值會升上來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